澳洲情懷主持 梁幻松 施華 朱莉 澳洲情懷節目又跟大家見面 現在是7月26日 星期三 天氣就不說了 澳洲都是冬天的 都要很冷 難怪就是歐洲 香港就熱到跳起 我聽問加拿大都很熱 加拿大好像火燭燒到火山 我們澳洲7、8個消防員發了去加拿大救火 哇 真是難興難計 希臘也是 希臘關火 遊客要疏散 是的 熱度更重要 好了 我們講回澳洲 不如先講澳洲的國家大事 上個星期國會宣佈有一個 叫做well being budget 這是我第一次聽的 well being 通常我們譯做一個人的福祉 他生活得好不好 或者可以說民生的幸福感 這樣做到budget 其實澳洲好像以前都沒有見過 我真的沒有見過 但是據說蘇格蘭、紐西蘭、德國都有做的 透過一些調查和一些以得的數據 推斷民生的幸福感 用來做一個基本的根據 用來制定將來政府的政策怎樣 所謂政府政策 這些錢怎樣使用 資源怎樣分配 他們有50個參數 那個調查的年份 就由這十幾二十年 就去到COVID之前 一幾年 十幾二十年 就比較之前之後的參數 就有50個 有20個參數 就是上升 這是好事 升的真是好 有七個就是平均 就是沒有轉變 有十二個參數 就是下降了 這個就是 就是沒有那麼好 民生沒有那麼好 分開講一些比較重要一些 關於對自己的生活的滿意程度 這個比較廣泛一點 就是他們調查了一些 就是用年輕人來做的調查 他們啊 時間就 就是他們那頭牆 我們那幫老鬼就來 拜拜 那將來政治政策怎樣 就以他們為依歸 那四十九歲的年輕人 就對生活的滿意程度 如果十分為滿分 就是7.5 那這個都不錯 到優啊 優良 優啊 7.5不錯的了 你有沒有7.5 對生活的幸福之數啊 Juny有沒有 我有 因為我不用做事 不用做事 我還沒有 優良 優優優優 市數當然最高 我不是啊 我小小 我打開眼睛 我就要臭小妹妹 到我今天呢 自己 哎呀 只是顧著自己 開玩笑玩 屋又大 哎呀 哎呀 阿施華呢 若他以十分為滿分 你對現在的生活的幸福感 你給多少分啊 是啊 我都差不多有7.5的 因為在澳洲 你要counting 萬古世界這麼多地方都 是呀 我覺得我 是呀 納納亂 甚至八分 我也會給八分 因為我們很幸運 香港奮鬥了這麼多年 拿著錢來澳洲 有樓有車 那就都過著幸福的 退休生活 生活穩定 那我們都 好 但是年輕者 真的現在的前途 比較彷徨一些 啊 十九至二十歲 就見到了 那就是七點二 七點二 而已 那 那 這個是心境問題 那 如果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命長不長 那如果是2001年 那 譬如說生命的 那個叫人的壽命 那通常就是數一下 現在死的人幾多歲啊 那現在很多都八九十歲了 那如果現在他們的參數呢 就說2001年 估計 2001年出生 或者之後出生的人 就是現在二十二歲以下的人呢 男人呢 他們就會有八十一歲 零幾個月 女人呢 就有八十五歲 零幾個月 那樣 那都是女人 比男人長命 那為什麼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男人要厲害的嘛 這樣要威 要威 她 那女人呢 可以先休息一下 你威 你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我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 男人給他老婆 真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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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自己拿來的啊 是不是 哈哈 哇 沒有老婆的男人 還賤一點啊 還短命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 那我有另外一個消息 就是 這些專家估計 為什麼呢 因為女人比較傾向 喜歡看醫生的 那有什麼問題呢 就 有些人是喜歡 那些女人呢 是不是都去看醫生 有些人不妥的 就去看醫生 那多些看醫生 就很多病症 就遲早就可以 預防得到 很多男人 就不喜歡看醫生的 悲到不得了 很辛苦才去看醫生 那而且男人 有些不好的習慣 例如吃煙啊 喝酒啊 或者是 夜生活啊 是啊 夜生活啊 這些啦 都會影響她的壽命 那始終來講 無論澳洲也好 世界各地都好 香港都好 都是女人 除非各男人 那 希望啦 希望大家都過了80 還可以再活多幾年 希望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不會很遠的了 哈哈哈 到這個階段 不會很遠的了 十多年後 就已經80了 是 是 80是有生的 80 80 90 很普通的 你現在 你想想一下 我們看到那些老人家 真是90都很普通的 90都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家母 我媽媽都91 是啊 是啊 那還有一些公眾人版 大家最留意的 那些明星 哇 胡鋒又90多歲 白雪仙又90多歲 羅艷興又90多歲 過了那些90多歲 哇 很厲害 是 方艷興都還在 90多 90多 那有些人過了生的明星 過了生的明星 過了生的 你數一下 我們認識那些 李麗華 周昆寧 90多的 95 96 很厲害 哈哈 真是很厲害的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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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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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的電友都有短命的 都有短命的 其實 我們早些退的那些 就長命些 沒錯 如果在電影圈 娛樂圈或者那些 他們不退下來 就危險的 因為那種生活是不可以 其實過了50歲 其實就不可以再過那些 那些水銀燈的生活 我覺得 你說呢 你說呢 有時候玩一下一次半次就行 但是他們還 你想想 廖啟智是拍到 一天幾多早戲 你六十幾歲 他有沒有六十幾 他有六十幾 給我 六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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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這麼粗勞 是嗎 是啊 其實不行 真的 你一定是要賺錢的 是 沒法子的 這個就是一般的澳洲人 另外那些不是一般 我們只是說的原住民 原住民一般來說都是 是 是 壽命都比較短一點的 一般都是五十幾 因為他們就很多 他們的人種 就是 比較古舊的人種 自從有文明的人 所謂文明的西方人 是 如果文明澳洲 就帶來了很多 歐洲那邊的疾病 他們就適應不了 因為他們一輩子 幾萬年都在澳洲 忽然間有些新病 他們根本就適應不了 另外 他們就 體質方面 又比較喜歡 吃點東西 就吃點好 例如那些去施肌治療 買來丁熱他又吃 或者Junk Food 另外他們有喝酒 吃煙的習慣 又沒有這麼喜歡看醫生 這樣那樣 通常他們都比較短命一些 都是四十多歲 五十多歲 而根據這個所謂幸福指數 他們這十年二十年 沒有上升到 沒有延長到 兼額還減少了 還短了幾年命 這個都是非常令人擔心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是 是 笑話 我呢 因為我也有看這個報告 我覺得很奇怪 他意思是 給預期的壽命 是短8.6年 女人就給預期的壽命 但是什麼叫做預期壽命呢 是否跟我們的總統的公民比較 還是他們自己的群族的預期壽命 因為這些這樣的死人報告 經常都是那些死人交叉的 肯定 他不說那個真實的年齡很奇怪 第一譬如 我知道原住民 一向是壽命是比較短的 是 你說是五十幾歲 其實很久之前是四十幾歲 三十幾歲 當然 近世紀來其實比以前 白人未入侵的時候 壽命是長了 相對來說長了很多 不過 跟我們本來的 在澳洲的非原住民 比較 相對來說是很短的 但是他沒有說 Exact figure 為什麼他不說他多少年呢 這個平均壽命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他這樣出一個報告是短的 究竟你預期他多少歲 還是你跟他的群體比較 一般來說 因為這樣是不合常理的 他無論是怎樣都好 現在的現代醫學是非常之 我自己很多朋友都有重病啊 癌症啊 都是很好地 survive 一般來說 人類是越來越壽命長 而且原住民是經過 跟這個白人人 或者其他各地的移民這樣融合 他不應該是 除非他生活很顛倒 當然他生活是比較顛倒 但是你都應該說 他的那個平均壽命的 他完全不碰 是不是因為怕有某些禁忌呢 有可能 但是究竟他什麼叫做 要比預期的短呢 這個我是 我看不到有其他的數字去支援 所以我覺得 應該照這個文字的上文下 你來講呢 就是他們以前那個 Live Expectancy 到現在做這個調查的 Expectancy 短了幾年 很重要啊 如果50多歲 短了八年 而且全球啊 你不要說澳洲啦 就算非洲啊 各個很落後的那些 壽命都是大幅增長的 因為近年很多很多藥物的輸入 這關好 這個是肯定的問題 我不覺得它有一個正確 所以這個報告 有人已經說 因為那些數字是不值得信任 那這裡我提出一個 關於原住民這個數字 我們暫時傳移先 到底是8.6年 還是8.6% 可能會不定 如果8.6% 就不是什麼 那用一件事 就是大家很關注的 澳洲多元文化社會 那個歧視的問題 到底 譬如澳洲現在每年 都有很多人 十萬八萬的人 移民過來 他們關於對這個歧視的感覺 通常現在這個調查 結果就是說 他們說比較覺得歧視少了 就是跟著這個時間推展 歧視少了 那關於這個國家安全問題 就有一點擔心了 就有上升 就是所謂上升 就是擔心國家安全 就是國家沒有那麼安全 那這個也是大家的常識來的 其實就是 以前澳洲呢 就非常之 就是 跪關自殺 就好像另外一個世外 桃源世界 發生什麼事都不關我們事 那自從這個COVID 或者這個和烏戰爭 大家都知道了 原來就是遠在幾千里路 發生的事情呢 會影響我們超級市場裡面 你買那些食物的價錢 還有呢 澳洲也是積極參與 太平洋 南海 諸如此類種種的 防衛 因為有這樣的需要 澳洲去參加 也有澳洲人感覺到 就是國家安全 就不是一樣天跌下來的東西 都要我們自己維持的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說 國民的精神健康問題呢 都是有一個擔憂的 雖然呢 就是 就是 那個指數呢 就是 都是平均 但是我相信 啊 再做近些距離的調查的話呢 也都是會有這個 比較令人擔心的時間的 那另外就是 關於這個房屋 這個就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問題啦 買屋又貴 租屋又貴 甚至乎 就是聽都沒聽過 居住人家 要睡街 無家可歸 要睡公園 要睡駕車 或者是住一間屋家 不起租 要搬走 我講起一個問題呢 講起一個問題 Gris啊 我剛剛呢 今天首先和一個朋友 談開 他說他 他認識人啊 去租屋啊 譬如說 看五百元一個week那些呢 然後呢 他說呢 我扔了 apply了十幾二十間 為什麼一間都沒有福的呢 原來呢 那些agent說呢 你加價 不是你加 你加個租金呢 他就會回覆你 譬如五百元呢 你加到七百元 七百元一個week 即是加多二百元一個week 那那個owner就會理會你了 就會接受 你覺不覺得現在瘋了 神經病 是要投地 是啊 他說不止一個 很多人呢 都說為什麼 一邊只有一個看 但是呢 apply了十幾二十個 有一個 你apply了四十幾份 他說八份 reject 其他人不要出聲 但是那些agent說 你加 你看看你加了多少 那那個owner 如果ok呢 他就會租給你了 現在原來那個租務市場 是搞到這樣啊 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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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喊散啊 就是現在那些 那些 根本就 根本就不租給你們 就是你除非你 我那裡寫五百元 你說七百元 那我ok 七百元就租給你了 但是哪可能 哪可能 那些人會自動 這樣去offer 多兩百元一個week 我租一間屋 是不是 去到這樣的情況 如果真的 我們不要租屋 我不知道 然後外面是這樣 現在就真是 好像世界變了 有間屋租出來 真是皇帝女不優價 以前我們來澳洲找屋租 就是一去到 其實在經紀那裡 起碼都有十間八間 五六間屋 任由你選擇 那個價錢 就貨真價實 一個禮拜就租四百元 那你肯就offer offer就可以了 現在不是啊 現在就有一個底價 我就預算是四百以上 那你們各位 就是有意思來租的 就推個價 出到我滿意 我就租給你了 那不止你出的啊 A又出的 B又出的 C又出的 都投標一樣 那就非常之厲害了 那將價值得到 要投入高 就是這樣恐怖的情況 對 那這個都是市場規律的 那你每次升到一千元 一個星期 兩千元一個星期 都是自動有一個市場的平衡 那你決定這些公投的問題 就有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來說 就很多 我知道了 維多利亞和Nusiaway那些人 都是受不了 就走上來Queensland 連我們也都推高了 真可憐 哎呀 哎呀 很久了 走了去Brisburg 幾年前已經走著了 那些人 每年有十萬人 我們每年需要十五 起十萬人要五萬間屋 是不是 哪有這麼多屋 所以怎麼有開心呢 你想想如果那些沒有屋 要租屋 是啊 你想想怎麼開心呢 哎 是啊 最近我有一位朋友 又是想買屋 拿著錢去買 那他有很多錢 那就去一個比較好的區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布林巴 Brisburg有一個區 叫布林巴 你知不知道啊 不知道 布林巴 都在舊區來的 在河邊來的 那就是距離市中心 就大約是六七K這樣 都很好的 買一間阿柏文 阿柏文 二樓 兩百幾萬啊 哈哈哈哈 什麼啊 阿柏文二樓 是啊 兩百幾萬啊 三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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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車位三房 二百幾萬 那不是比這個房子還貴嗎 二百幾萬啊 哈哈 因為那個區好 那個區好啊 因為那個區好 是的 哦 二百幾萬 真的 這個民生問題 都很大影響的 我相信 最影響這個居民 澳洲市民的 幸福感 起碼有這樣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啞傘頭 做人 有兩餐飯吃 有啞傘頭 很重要 我們這個話題先說這麼多 下一個環節和大家再說 好啊 好